大家好 我是陶夫人 为什么在室内室外都有带帽有成呢? 需要解释一下 今天我的发型不漂亮 就是用帽子遮一遮 是 遮丑似的 不 无所谓 记得上次我说的鬼故 因为要认识那个节 认识七月节 即是鬼节 我们叫余兰节 我们叫余兰节 坊间又是鬼节 又是鬼门关大开 其实这个余兰节 就是鬼节 对我们来说有很多回忆 我记得小时候不是很害怕的 说起这个节日 很好玩的 不害怕的 我记得那时候 我妈也很少去烧 我妈去烧 烧什么? 烧衣 烧戒衣 那你就下楼下才会 嗯 下楼下就好像趁虚 我记得了 他又不介意我们跟着下去 对吗? 嗯 还可能陪他陪他 他就没那么害怕 但是我们也不害怕 只不过下去 就是要听吩咐 听话 最重要是干什么? 不要随便收拾第一个钱 尤其是那些银仔 真的不要收拾 我试过去收拾 和我弟弟收拾 被我妈妈和我弟弟打路 真的飞了出去 另外就是不要踢那些火 别人还未懂的 你不要走过去踩 或者潑水 这些坊间流传的经验 没有方法根据 就是聊天的事情 其实好像一个尊重的 对吗? 就是家家有求 就是家家有求 你不信便不信 你不信便不信 你不信便可以去搞它 对吗? 还有的 你记得那些球场 都乘搭棚做的神功器 是的 有没有这个记忆? 有 这个记忆也挺深的 为什么? 因为村口已经有 我们村口就是 保安道球场 如果你从沿州村上 都会走两个街口 我们其实在村口 就是我们读的那间学校旁边 嗯 嗯 练了一些油 很大的东西 我们都会去看什么 因为他们有些小食 是的 像鱼蛋那些 就是那些街坊小食 推车仔那些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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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看起来 就试过一次坐进去 我好像没有试过 多数都在外面看 因为没有什么人 是我 就是那些长辈 阿爷阿妈那些 就去看 我老爸都没有去看 我妈都没有去看 阿爷阿爷 看得最多 有空 说起神功戏 其实这么热闹 这个节日 其实 是一个旅游项目 嗯 照我说就是 你忽发其想 就是想一下 就是随便 随便 因为香港很多 很多节日 我记得我年轻时 又重养 重养的灯笼 清明 拜山 中秋就吃月饼 端就扒龙粥 对 接着我妈那些 还要拜七姐 七姐蛋 对呀 原来拜七姐 又是另外一堂东西 例如那张桌上 又不同 吃什么灵角 那些 有饼仔 那些 当天拜七姐 又叫我妈去 我说我拜什么 拜你 我说我拜七姐蛋 七姐是否因缘 但我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我拜得多 就要到你 但是随着那个 就是有时候 所谓的进步 我不知道是进步 还是退步 我觉得是退步 很多节日 都没有什么人理 很多传统的东西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很简单 七姐蛋 拜七姐 哪个拜 拜山 不去拜 不要去拜七姐 那就是 很可惜 你也听过 网上拜山 是的 那些是傻的 那我网上拜年 那我网上给家佣 你行不行 哎呀 钱呀 收到了 收到没有 是不是这样 没有可能 你怎么可能 一人不要拜 一拜就亲身去 付钱是online banking 是的 付钱是online banking 拜年 也是我 免得带了很多现金 在身上 跟你的那封利是 就过户了 是吧 但是 就变成了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的 很多人做了这些事 没有意思 其实现在很多人做的事 都很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就是为了做而做 那就不要做 现在香港经济 又说比较 不是差的 香港经济 不差的 香港经济 不过 就 抖抖它 希望它好些 我忽发其想 为什么呢 其实香港真是得天独口 香港的海岸线很长 海滩很漂亮 海滩很漂亮 阳光海滩 特首可得 还有一件事 它那个郊野的范围很大 还要加上一个 这么现代化的城市 就在旁边 很近面 就是等于我们当时在宿村住 是吧 你想去郊野很容易 你走上去 就半个钟 坐车 就三个字 已经去到后面 石磊贝水塘 什么什么城门水塘 什么那些 蚤山 蚤山 已经是一个郊野 就是一个野外 所以是得天独口的香港 那我忽发其想 为什么呢 我和徒夫人经常都会去那些 那些叫做 就是欧洲 比如西班牙那些 那些 的度假区去玩 其实我和徒夫人 就比较喜欢是City Break 但是因为City Break 就不是适合个个人去的 例如你一个很大的家庭 一个家庭去 那你很难搞的 除非你跟团 但是 你知道外国人 又不是很喜欢跟团 或者你是老人家 又是难搞的 你走一走不到你 那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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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喜欢去那些resort 没错了 所以就是一家大小 一家大小 比如两个父母 带三四个子女 或者是两个老人家 退休 有空没工作 就像我和徒夫人 那些便宜的 那些 叫做Late Deals 就是最迟出发的 最便宜的 那你去吧 那你去哪里 有什么搞呢 那我不敢说你香港要借鑫别人 其实 香港自己都应该很有办法的 不过只不过就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例如 这些这样的度假区 香港是 绝对有能力 建立这些度假区 很简单 譬如你说 黄金海岸 其实黄金海岸 已经是一个度假区 梅河 梅河 其实本身已经有度假区 最重要是有沙滩 没错 一定要有沙滩 那长洲都可以 长洲可以 一定要水清 沙嶺 阳光加海滩 那就行 因为那些欧洲人 尤其是英国人 是很喜欢晒太阳 因为他们缺乏太阳 北欧那些也是 他看到太阳海滩 很瘋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的地方 是有阳光海滩的话 那你就有得做 陶夫啊 你刚才说的神功气 是的 那你那个旅游 是否举不上关系的 即是如何 跟这个阳光海滩 举上关系 没错 我就举给你看一下 以西班牙为例 西班牙 其实英国也没有 因为英国是没有阳光海滩的 哈哈 有海滩 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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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很短 配合不到 但是你去到那些 那些西班牙 即是热带地方 香港就有了 即是比较长的夏季 比较热的夏季 即是阳光比较充盛的夏季 香港就有了 西班牙就有了 那你去到那里 那些人 会在你的度假区 做一个base 一个基地 例如你在那里租 就租一些度假酒店 或者有些人 喜欢自己买飞机票 飞过来 就设计那里的度假酒店 或者度假屋 其实那些地方 不只是酒店 西班牙的度假区 比如在地中海 沿岸 或者那些外岛 有apartment 有酒店 亦都有一些小型的B&B 很多选择 你又可以sell catering 即是好像民宿 民宿 那些人平均的就去便宜 而昂貴的就去住好酒店 不升級或升級都可以 有錢就有錢 沒有錢就沒錢 他們就去那裡做個BASE 在那裡曬太陽 遊說 吃點東西 你的度假區不是只住 只有吃 你不可以在全行城市 餐廳、酒横、酒吧 很多的 喝點吃吃 像我們在Porto都是 是呀,整條街都是 接著那個網邊 是呀,整條街都是 多了不得了,那你要娛樂 可能有些Light Club 或者街頭表演 擺一些地攤 真的擺一些地攤 人像畫 即是有些Shop 賣一些 Souvenir 是呀,或者街頭表演 彈一下歌 各式其式,或者賣一下地攤 賣一下紀念品 那裏有很多店 養活很多人 還有的士司機 可能有些遊客 他不知道遠近 譬如去黃金海 去屯門市 他可能會看到地圖 原來這附近有些城市 或者有些 街頭 你有旅遊書物介紹一下 那些市民在那裏 要載這些客人進去那些 城市 即是你香港人 經常都進去那些地方 但對這些外國人來說 很有興趣的 好像有探險 我等了你很久 還沒說到神功氣 為何要扯上關係 現在就扯給你看 哦 因為我剛才說 如果你是比較年輕 靈活一點 不怕行 或者不怕到處玩 那你就住市區 是吧 住市區 或者住得近些市區 不住度假 不住度假酒店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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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住在那些酒店 那些人 那些人 就在那個度假酒店那裏居住 那些人 但你不可以日曬太陽 那些人 今天都很生氣 那些人 又不想去附近 那些餐餐那裏 那些人 沒什麼遺 那些人去遠一點 那去遠一點 那去遠一點 那些人要怎樣呢 那些人去跟團 是一日團 即是好像我們去西班牙的 Excursion 沒錯 就是叫那些人去的Excursion 那些是怎样的呢,在酒店有个报名,甚至乎你在那个度假区那边,有些旅行社就扮演这些团,又可以 甚至乎,飞机下来的时候,那是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可能会合办,又有一档有个Apps,那你就去订阅 那你说去哪里,陶夫,对不对,那你香港也不玩了,香港很多东西很好玩的 是讲七月那个神功戏啦,哦,for example,譬如那个旅客,七月来的,那些亚洲人,中国人,香港人,一见到七月就把街都不出,那他们没所谓 他们当是Halloween,听到很兴奋,哇,这么个人,啊,原来是这样的,那你就解释给他听 哦,原来有大戏看的,是啊,这样,那就继续这些团,继续这些团出去看,看什么 看那些神功戏,那些戏棚,那些戏棚,那些人怎样烧家衣,怎样拜神 甚至乎,你说第一天去到那些神功戏,很有趣的,有几天没人看的 即是那些位置都空了,即是刺的,接着呢,你见到台上那个演员,唱大戏那个 小生好,花旦好,哇,或者舞生,多数是舞生的,哇,打斑斗什么的,台里面没人的,那为什么呢 如果当你是导游啦,陶傅,你带一团外国游客去看这个神功戏的,你会怎样跟他们讲呢 那我就会呢,拿着旗仔也好,或者拿着喇叭也好,诶,小小声当然是,不要骚扰那些先人 诶,各位,来这里看看,是讲英文的,我这边妈妈的,免得被人笑,如果用广东话说 诶,各位,来这里,各位,来这里,诶,看看那里,见到那个戏棚 诶,看见到,没人坐的,诶,没人坐的,诶,没人坐的,诶,但台上那个演员很努力演出 诶,为什么还这么努力有个good show,诶,为什么还有个good show 诶,为什么还有个good show,诶,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场戏不是做给人看的 诶,那这就做给什么人看呢,做给些鬼人看的,哇,那气氛一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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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那我就会解釋给你的听,七月节的内游,七月十四的内游,鬼节的内游,鬼门关大开,为什么 诶,这样,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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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是Empty的Sit 其实是什么?Full House 没错 那个演员在上面跳 其实下面可能是坐满也不一定 那这个就是噱头 那你又记不记得陶夫? 我们有一次很多年前 有对外国朋友来香港 那我就做东道主 你带了他们去哪里? 其实我都是移民的 不过我就回香港探亲 敢监他们又去香港玩 那就跟他们去玩玩 那就是北外扶德那些地方 就有一招就带了他们去皇大仙庙 好多人 哇 虚陷道 那他两个就好像你说 好像你说大香出醒那样 嚇到站在那里不敢动 那些人多到插灯都不进去 而且他们经常会拿着那些香 对了 又看到他们拿着那些香 那他问我为什么 我就告诉他 那里有个香炉 你看到那里有个什么东西 好像一个container 像银色的那样 把那些东西插进去 你插不插啊? 我问他 他说好啊 那他在旁边就买 就是有得买的香粥 那一人拿着三支香 另一扎香 我不知道 你走过去吧 好像踩人头过那样 逼过去 就在香楼那里拍一张照片 接着就拆下去 那有没有求签过他们? 都好像没有 人太多了 就是了 牌子来到你了 是不是这么说 你拍一张照片好走 接着他们又不走 就到处走走 到外面等他 过了不久 他们出来了 如果他们买了什么纪念品 买了三支 人这么高的香 这么粗的那些 三支 即是一盒 一盒 这么高的那些 一盒 这么粗的 一盒 三支 抱着出来 接着我说 咦咦 你们买来做什么 他说 好美啊 而且觉得那三支香 真的很精美 很有特色 就是可以当一个艺术品 对了 他当成艺术品 我说你拜在哪里 放一个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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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会解释给他们听 他们香 用来有什么用呢 要是拜神 要是拜鬼 他们说 没所谓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传统观念 没有这种东西 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宗教没有这种东西 他们只是视这种东西 为一个艺术品 即如指责 我们也带过他们去看 那些指责的 其实 他们觉得很精美 真的 不过 很漂亮 是一门艺术 没错 他们看到一对同男同女 很漂亮 想买回去 你不要买了 这对 不要搞了 看就好了 你放在家里 我们不敢去 对 如果放在家里 那我怎么来探望你 他们是百无金记 所以那些责作师傅 现在都是 什么都责得出来 那些人很喜欢 iPhone 电脑 iPad 有很多贵 叉咀 可以责出来 他们觉得是艺术品 所以这些是财路 我也觉得是艺术品 我也觉得是 不过 我们的华人 即是非识了 特加利是 把同男同女在那里 你真是想死吗 是吧 但是外国人不是 很喜欢的 其实是一种财路来的 那 除了你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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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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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不过要是旧饰的石头 是旧喜谁 不过我们不免给了真火 начene 然后 weitere manipulatory 一定是 如果你不必再罪 新参座 elections 那些是全虚 各國的那些勁女都來爬 那你不用說 日來年都會有 那從養也可以 從養就登高 我就想問你從養做什麼呢? 登高啦 你香港這麼多靚山 大帽山 尖山 是不是 太平山 是不是 針山 是不是 觀音頭 什麼都說 是不是 又那些麥理浩經 帶他們去登山 一日團 交野團 那就可以了 那你說陶科 每天都有節日呢 那不是的 其實香港的地方很好看的 除了向後玩樂也可以的 帶他們去一些比較地道的地方去看看 一車就車去 然後自由活動 我們通常根據歷史上 它是不包含午餐的 那晚餐當然不用說 那你回酒店吃 如果你是包含三餐的那些 那你不包含三餐的那些 在那裡吃完酒都可以 對吧 甚至 SI Una X那叫Shopping 便帶他去Shopping 那你不喜歡Shopping的那些人呢 不喜歡Shopping 關於歷史 其實香港的歷史都可以 很長久的 是不是 多樣閒事都明顯 GT sos 最简单一件事, 战争历史, 香港有的 由你英国人登陆前后, 到二次大战都可以说 譬如很简单, 维多利亚城, 大会堂皇后码头, 高等法院, 还有广场 那里有些戒碑戒舌, 没有的就模仿一个出来, 老翻的 这里以前是维多利亚城, 维多利亚城是仿照英国城镇模式去兴建 那军事呢? 军事就没有了 那有什么要看? 看二战也有, 还有很多要看 那是什么来的? 打二战的时候, 英军有很多碉堡 最出名的就是城门碉堡 城门碉堡那场血战, 都可以说很久了 再不是的, 你过海, 或者是王丽聪争夺战 也可以说一段时间, 很多炮台现在弄得很好 是不是有很多军事爱好者在那里打野战? 是的, 还有英国来说, 比如英国和欧洲 很多人对这些人很有兴趣 尤其是老一辈的人, 有四五十岁的人很有兴趣 还有他们经过那个历史, 就是那个战争 没错, 可能有些亲戚是打过这场仗 对不对? 因为香港也有军人坟场 加拿大有一个, 加拿大有一个坟场 那个西湾, 加拿大军人坟场西湾 另外还有赤柱, 赤柱军人坟场 都有坟场看的 他们就举办一天团, 一天就够了 嗯 那你组织好, 组织好 那你讲一点就可以了, 不用讲这么详细 其实他们都知道 他们初来都知道发生过什么事 那你就带他们去看看 如果你跟这些excursion 和大王香港的经济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就大了 嗯 我刚才也讲过了 那你譬如我们, 参考的话 就是西班牙, 那个模式 它经营一个, 叫做阳光海滩的度假区 那你譬如有excursion的话 就是一天团的话 是不包午餐的 喝喝食食不包的 只是提供旅游包 就是导游包 就是导游 是两样东西 那你出道去 那你用lunch的, 对不对? 放下lunch 那那些人就去找东西吃 那你以为大王是什么? 大王是饮食业 嗯 那你如果那些人 喜欢, 哎, 或者是夜宵宵 或者有人甩团的, 喜欢 甩团 就是玩得开心 哎, 我不用你巴士回去了 我自己在那里玩 那大王说是夜市 嗯 他夜晚又去找食 嗯 如果你有娱乐的 或者你有地方去玩的 或者有, 不知道, 跳舞 就是, 欧洲人很喜欢跳舞 比如你, 你的舞厅 那, 正经那些 就是跳舞啊, 喝啤酒啊 就是南龟方那类 嗯 那就去吧 好了, 喝完之后 要回归的嘛 对不对? 那香港很小的 一程的士就小多久 斗王就是的士 嗯 一条龙服务 那旅游巴司机都可以 就是, 旅游巴司机 导游 飲食界 的士司机 是吧 夜场员工 是吧 酒吧 酒吧 食肆 食肆 宵夜 甚至乎看一场戏都可以 不是这么说 一人喜欢看戏 就出去看一场戏 那这个情景呢 我记得好像我们 年轻的时候都见过 是啊 是不是啊 旅游业很流行啊 是啊 是啊 游尖旺通街都是鬼佬 是啊 是吧 廟街 什么女人街 尖沙咀 中环 是吧 湾仔 湾仔就特别多了 那些水兵 那些航空母船 那些什么航空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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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千几百人涌入来 这些就是财路了 另外 香港除了走色财气 还有大自然风光的 西贡是吧 西贡是吧 西贡是宝来的 很简单 香港看岸线金牆 有很多奇形怪状 世界级的宝物 例如 有一只 那些绿角石 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没去猜 世界最大的就是现存 即现存 爱尔兰那些走开 爱尔兰一年都没有多少人去看 但是香港那一刻 但是它不知多少倍 是不是 你可以煲这些嘛 就是可以扮演一个 例如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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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于香港人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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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鐵礦,不是說那些礦物那些 是說香港本身獨有的文化、自然、資源 都是世界級的 如果不好利用的話 只是集中在一些商業的買賣活動 譬如Shopping 那些 排隊買包包、買貴價東西、買藥那些 如果侵限在那裏的話 你就浪費了其他寶貴的資源 而這些資源是可以興旺整個香港 很多服務性行業的 發餘夢之後我們醒一醒 真的可以想一想 麻煩大家subscribe、like、comment、share 按個鐘仔 有可能的 看完廣告吧 謝謝